你是豹本宫的内臣 这么晚了来我这儿干什么 看来小人猜得没错 他果然是大王的人 你不是太子的那个 你不是太子的那个 很难受的 是太子向你来的 小人前来是有了不情之情 不情之情 小人愿意接替他为大王所用 所以请大王帮小人 除掉陈内人吧 殿下 殿下 没事了 没事了 来 来 这件白天不是犹豫的 都是小人的错 殿下安心睡吧 小人就在外面 小人就在外面 混账 东府的人 关本王什么事 华泽兰 什么 太子妃小产的时候 小人被拘袭 臣内人曾奉东宫之令 在小人的房中 放了一包嫁妇的草药 小人 这跟本王又有 华泽兰 他怎么会知道 小人在江上公手中 拿到的就是这几遥 事情过后 小人仔细想了想 同样的东西 江上公除了给过小人 这跟本王又有 也给过他的吧 那个时候 江上公是受了前中枢令 李百舟的拆遣 而前中枢令 又是大王的 放肆 一派火 来人 十人十者 他却贪恋私情 不分轻重 这样的人能成何事 大王留他 又有什么用 虽然这与本王无关 可你不也一样是因为 无关风月 小人只是 不与黄雀斗 什么 可薄英者 不与黄雀斗 这是家父生前说过的话 小人来请求大王 就是不想把所有的精神 都放在和他这种 黄鸟的争斗上 你到底是谁 小人是谁 不足大王挂志 不足大王挂志 那你要博的鹰 又是 你再去 就这么大点地方 能够藏到哪儿去 不会是 跑出宫去了吧 浑化 宫门早闭了 难道他差时飞出去了 我就不信 他能藏到地底下去 再去找 是 走 你们去那边 你们跟我过来 五谷开宫门 我一定会赶在四谷回来 姐姐等着我 姐姐 姑内人 陆姑娘 姑娘真的要这么做吗 姑娘以后 真要这么过下去吗 我最初一次见姑娘 我头一次见姑娘 不过是半年前 姑娘 你回头看看 我现在就可以带你 去长州 去哪里都可以 姑娘 姐姐 我遇到过来 阿花 如果我从小朋友 就在此 行 去哪里 我不是在此 要是 我们下午 送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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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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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等我干什么 殿下受罪 你还在 陈内人 醒了吗 问殿下 殿下 他醒了 也走了 他说他的身份 不能留在这儿 你居然还走得东路 看来他们下手 还不及你狠 那封信 是你干的吧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居然还想过要放了你 你却一早就打定了主意 对 有罪之人 我一定要让你们全都赎罪 赎罪 赎罪 嘴上说得这么好听 你干的事还不适合我一样 不一样 对你 我不是因为思源 那天我离开之后 那天我离开之后 是你劝他去的灯华宫吧 我其实是不大想去的 还有句话 小人本来不当说 张尚书的事 殿下 向陛下上了谢罪表 说是他的疏忽 还不知陛下会怎么处置 什么 这种时候 小人以为 还是不要以贵妃为敌的好 那之后有太多的事情 我也是不久之前才想到的 太子妃殿下会改变主意 是你受命挑唆的吧 你受命挑唆的 这话 你也跟他说了 没有 我要是你 就不会等到最后 等到自己无法选择的时候 让自己更狼狈 更难堪 十五年啊 十五年啊 你不说 他就不回呢 那我们可以试一试 这一次 我是看得到结果的 不是吗 我还没有问过姐姐 叫什么名字 沈西香 同琼佩之陈兆 共青如之 西香姐姐 因为声音救 我先忽